海棠 你离开我和小宇 海棠 离开我们这个家 你有后悔过吗 怎么说呢 你需要的是一个 对你百依百顺 对苏家 忠心耿耿的追悉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不想每天 张相顾后 周旋在你们这个大家族里面 我觉得这样很累 也很委屈 我也不想做你们苏家的女婿 我要做我自己 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 希望你能真诚地回答我 你爱过我吗 你爱过我吗 爱是相互的 是对等的 但在我们的关系里 从来都没有平等 其实我以前爱过你 但是在婚姻里面 一点点的都没了 我知道了 你说你一直在关注着我 其实这几年 我也在意着你 我觉得你变化挺大的 一定不是那个 娇生惯养的天津小姐了 看 女企业家的范儿 奔福 你别夸我了 我也知道以前我对你挺蛮横 挺不讲理的 我有做了不好的地方 也许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重新走进婚姻 我想 我有可能会是一个好妻子吧 肯定会的 但那个人不是我了 但我依然还是小雨的 爸爸和妈妈 这种关系永远不会变的 即使我们不是夫妻了 我们也永远是朋友 亲人 对 亲人 朋友 这样挺好的 云南 李副支长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您看看这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要在法国召开 米迪运河流域 飞夷项目研讨会 邀请我们东江市 组团参加 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我们开口眼界 取经交流的一个好机会 对咱们下面大运河深移 会有推动作用 好 拧起个名单 然后准备上会 进行讨论吧 没问题 说吧 什么事 我就是听说啊 市里面要组织大家 去法国考察 有没有这事情啊 那消息还挺灵通的 我知道 这个事情你负责 能不能 李副市长啊 是说让我先拉一个名单 但是 你这一个行政干部 跟月和学士研究 联系不大吧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东江大运河 是从我们去流过去的 你说 贯量大不大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先把你的名字写上 至于能不能批 这就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了 那就拜托了 拜托了 这个名单 你征求大家的意见了吧 这是综合各方意见 初步拟定的 一个八个人的代表团 三个老板 两个行政官员 你征求在哪方的意见 其实这些人 都跟月和有关 像东江大学的沈教授 她的学生 就是研究法国米地运河的 徐文霖呢 你不会告诉我说 她的女儿在法国留学吧 我问你 我们组这个团 目的是成 我们是代表大运河东江段 以世界运河专家一起 进行取经交流 就拿法国的米地运河来说 那是最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大运河 我们下面马上要面临运河深移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要向人家请教学习 我们组的不是观光旅游团 也不是商贸洽谈团 更不是什么福利待遇 你换一个合理的思路 想明白了再来找我吧 好 那您有合适的人选吗 我觉得陆长河可以考虑 一来 他对咱们东江大运河比较熟悉 日后和外国专家可以对上话 二来 他是下面大运河深移 领导小组成员 这次让他出去开开眼界 多交一些朋友 对日后的工作会有好处 行 我记住了 您觉得还有哪些人合适 我说你啊 要么乱做主 要么不做主 我都替你报办了 你干什么 老林导 怎么想你给我打电话了 长河啊 我听说你要去法国考察了 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没事您说 我闺女不是在法国读书吗 我想请你帮我给她带一点东西 不重啊就一点小东西 没问题 那好 那这样啊 晚上我请你吃饭 就算是给你送行了 不用了啊 您别客气老林导 晚上啊我得回家陪女儿吃饭 这样吧 一会儿我去你们家 把东西拿走 我不在家的 我现在啊在一个朋友开的一个茶馆里面 茶馆 要不这样吧 你把地址记一下好不好 我见过窝囊的 却没见过你这么窝囊的 你好歹也是一区职场啊 天天起早餐还吃口受累的 怎么出口好事就轮不到你呢 好了 捞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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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没了了 我已经跟小陆说过了 让他把东西带到法国 废话一篓筐一篓筐的 陆长河当初还是你的手下呢 那你看看人家现在 你呀 幼稚 你真是搞不灵清 你 嫂子 长河来了 跟你们聊吧 长河 行不行啊 快坐坐 这嫂子这怎么走了生气了 我们在讨论啊 去法国给女儿带一些什么东西 好好好 你嫂子就跟我叽叽咯咯的 她说什么啊 她说去法国了 她就说带草帽啊 好看 给女儿带草帽 生气了 您喝点茶 叫你来喝茶的 没事 没事 好好好 这是 其实啊 今天叫你来啊也是 有个事情啊 您说 您说呀 就是 我女儿在法国读书 本来啊 这个也安排我啊 去法国 你嫂子啊 偷偷地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女儿 我女儿啊 听了以后很开心的 没想到 就我就我就没去成了 是 没事 您就跟我说 要给你女儿带什么东西 您放心 我一定都给她记清楚了 一样都拉不下 你放心 我现在啊 我就去法国 我去不了了 这个女儿啊 在电话那头 哭得呀 跟个泪人似的 我这心里呀 不不不 徐副剧长 您别激动 不是 不 您要我给你女儿 带什么东西啊 我 是 还是 是什么意思 我 我有点 没有理解 糊涂 我老父亲的感受 不是 要实在不行 你去 你去法国 我把这名字让给你行不行 不行 那这也没有 尚点不允许的 我 我去 我去 跟市里去请示一下 我把你这情况说一下 要不 那长河那我 我真的是要好好地感谢你 我去试一试 好吧 进来 李副市长好 没有 坐 准备得怎么样了 李副市长 有个事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好 说 就是关于这次出国考察的名额 我想让给徐文林 你 什么意思 理由呢 因为我 因为一个是呢 最近我手头的工作呀 比较多 再是呢 我觉得出国对我意义不大 很多同事非常看重这次机会 我也不想为此造成我们 同事之间的隔阂 容老 我送你两个字 我给你 幼稚 你太幼稚了你 你以为 我这次让你去法国 是给你的福利 让你去游上玩水呢 我是让你去实地考察 学习别人先进的经验 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工作 不是让你拿来卖人情的 想什么呢你 我说李副市长 您先别生气了 行了 行了 我觉得 你别想那些没用的 我把丑话说起来懂 如果这次你去 不能把真经取回来 这次出国所有的费用 你自己讨要报 好 喝点水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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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我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是全世界第一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运河 它不仅是一条用于航运交通的水道 在它运河案判有很多庄严朴素的建筑 可以说它是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 完美结合的点 我们这次来啊 除了参观民居运河 其实我们还担负着为中国大运河 深移 汲取经验的任务 所以希望各位专家能多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们会非常感谢 没关系 但是这个东西 被解决了 我们开始认识 很难思讆 提议 从成许 陈生 最攜山 感谢观看